他是釜山行李战力爆表 铁汉柔情的宠妻狂魔 他更是恶人转力徒手拔牙 行事狠辣的黑帮老大 自从在厕所内一拳干翻哈尔滨网红张千旦后 就此名扬天下 然而如日中天的他 却在巅峰之际突然选择销声匿迹 整整五年都没了动静 今天 这个满脸横肉蛋尊老阿佑的硬汉 再次迈着自信的步伐迎面走来 没错 当年那个被一拳封神的男人 他终于回来了 依旧是熟悉的场景 依旧是熟悉的配方 姗姗来迟的老马 面对持刀挟持人质的歹徒 他淡定地指挥两名小弟在前方吸引注意 自己则从后门悄悄潜入 奈何空有刺客性 却依旧是坦克命 随着货架的倒下 原本的悄悄潜入瞬间变成正面强弓 匪徒边挥刀边挑衅 老马边安慰边靠近 求准机会反手一个过肩衰 轻松将其按在地上尽情摩擦 为了让他知道用刀筒人很疼 他还调皮地用刀尖对准对方屁股来回猛戳 不甘受辱的匪徒张嘴就咬 老马又是标志性一拳 直接送他提前杀青 也因这一拳 他被认为执法过程太过残暴 顺利被媒体送上今日头条 组长为了可以尽快平息事态 不得已只能安排他前往越南 引渡一名罪犯回国受审 然而没想到的是 两人刚下飞机 就因语言不通被越南海关强行扣留 好在韩国驻越大使及时赶到 这才让二人免于被困 最终在大使的安排下 老马提前见到了被引渡的犯人 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 好奇心驱使下 他询问起对方自首原因 对方却根本不鸟他 一旁的组长心领神会 熟练地拿起纸杯挡住摄像头 老马则开始展示他的真正技术 在肉体和灵魂的双重进化下 这家伙顶不住了 只能被迫交代因自己没管住下半身 一时兴起睡了兄弟女人 结果被兄弟满街追杀 不得已只能到这里暂闭风头 然而当老马两人顺着地址找到他兄弟时 却发现对方正躺在地上 早已死去多时 这下事情闹大了 自首的犯人听说同伙已然身亡 当场吓尿 只能颤颤巍巍地道出实情 原来就在不久前 他们兄弟三人伙同一个叫大江的人 绑架了一名富二代小崔 谁知这个大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亡命徒 钱得要 人照杀 就当五人在路上因分赃问题抄抄时 小崔趁乱拉开车门撒鸭子就跑 奈何双手被绑 没跑多远就被兄弟三人追上 老大耐心地对小崔上起政治客 随后赶来的大江却二话不说 抡起斧头就砍 可怜的小崔作为一名人质 赎金都没谈就被对方撕票了 原本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 谁承想暴虐的大江 最后连死人都不放过 本着废物利用原则 领起斧头直接从尸体上砍下断制 连同护照一起拍摄视频 发给小崔家人继续索要天价赎金 然而他不光对待人质冷血 对待同伙同样无情 谁敢分他的钱 他就要谁的命 眼前这名匪徒被当场吓破的 心想再玩下去 估计小命都得玩完 不得已下 这才找到警方寻求庇护 老马顺着他给的地址找上门 几人在埋尸地一通乱挖 谁承想 眼前这个小小的院子 竟然挖出了四具尸体 这下老马顿时来了精神 不顾越南警方拼命阻拦 是要亲手把这名亡命暴徒绳之以法 根据线报 老马两人来到一处黑帮老巢 对方仗着人多势众 根本不把老马放在眼里 然而在胳膊比腿粗 平民都能触发暴击的老马眼里 眼前这群小夸菜 还不够自己塞牙缝 甭管对方多少人 甭管对方人多狠 他依旧泰然自若 一拳一个 对方胆敢掏枪威胁 拿来吧你 最终在老马的铁拳之下 对方只能乖乖屈服 另一边 一伙韩国黑帮也登陆了越南 原来国内一位大佬开出天价酬金 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大江的向上人头 而这位大佬 正是人质小崔的富豪老爸 此时 这伙杀手已经摸到大江老巢 恰逢兄弟二人并不在家 带头大哥先是把钞票全部收走 接着指挥手下埋伏在房内 各个摩拳擦掌 就等大江自投罗网 不久后 大江兄弟二人返回 可激紧的他 看到地上尚未熄灭的烟头 内心马上升起警觉 然而他并没有退缩 反而淡定地拉开房门 屋内潜伏的杀手开始暗自戒备 谁知大江却一个转身进了厕所 一名杀手小心翼翼地推门查看 伴随着大江打开厕所门 小江也推门而入 一时间 匕首与斧头齐飞 断肢共血光一色 汉匪大江犹如杀神附体 匪弟小江宛若死神在生 兄弟二人犹如虎入羊群 对方虽然人多势众 却没有一个失忆和之将 很快一众杀手就被兄弟二人杀得溃不成军 带头大哥最后还想硬气一把 反被大江一刀囊进肚子 剧痛之下 不得已只有供出老崔 大江给老崔去了电话 老崔却一点没把他放在眼里 扬言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边的老马 紧赶慢赶终于来到现场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当他赶到时 现场早已失衡遍野 两人专心开始收集线索 提前埋伏在一旁的大江突然暴起 组长意识不被被砍中肩膀 眼见组长受伤 老马瞬间暴走 刚刚的战斗让大江自信心爆棚 殊不知眼前这个胖子才是真正的战神 徒手面对两名持刀捍卫 他内心一点都不慌 瞅准时机一个平微 悲催的小江首当其冲 被当场KO 这让一旁的大江瞬间呆住了 剧本貌似有点不对 转身就要开溜 可被老马盯上的肉 哪有逃脱的道理 眼瞅就要被擒 好在小江及时醒来 拼死拖住了老马 大江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当老马奋力解决小江后 追出房外却发现大江早已没了踪影 事情越闹越大 最终还是惊动了越南警方 悲催的老马两人 纵然内心有千般不甘 面对愤怒的越南警方 也只能被迫离境回国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先他们一步的大江 此时已然现身国内 平静多年的韩国首尔 即将再次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韩国首尔 一座暴力与秩序共存 黑暗与正义并行的都市 作为偷渡来寒的光头 这辈子最惨的并不是堕入黑道 而是被老马盯上沦为线人 一招熟悉的猴子偷逃 不仅抓碎了他仅有的男人尊严 更抓出了他多年来的心酸 在老马的高压下 他只能被迫说出大江的行踪 另一边 富豪老崔也收到大江返回国内的消息 这次他下了狠心 高架请来沿边胜利军 准备给大江一个惊喜 谁承想 当他带着保镖走进电梯时 一个年轻人也顺势跟了进来 没错 眼前这人正是要钱不要命的大江 只见他扭头看了老崔一眼 见对方并未认出自己 再次扭头戏谑地做起自我介绍 反应过来的保镖瞬间爆起 利用体型优势一把将大江举在墙上 眼瞅大江就要出世为洁身先死 他却摒弃宁神拔出小刀 顺着保镖脖子插入对方心脏 老崔只能认命地看着保镖惨死当场 与此同时 地库一辆面包车内 老崔找来的岩边战神正在分发家伙 正巧被大江找来的两名帮手发现 两侧车门突然被拉开 两名汉匪悍然出手 对着车内就是一通乱扎 就这样 堪称史上醉水的岩边小分队 连敌人是谁都没搞清 就集体领了盒饭 不久后 大江故技重施 一刀剁下老崔手指索要赎金 崔夫人马上报了警 这边独子尸骨未寒 那边丈夫又落入贼人之手 令崔太多少有点身心俱疲 最终在老马的引导下 崔夫人和大江达成协议 为了保证老崔不不独子后尘 双方约定一手交钱 一手放人 老马为了不打草惊蛇 强行征用光头充当司机 可怜的光头就这样 被迫卷入这场营救行动 随后老马几人兵分两路 一路跟随崔夫人 陪同谨慎的大江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另一路则根据线索 寻找被绑的老崔 好在小弟给力 很快就找到陷入昏迷的人质 然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躲在一旁的大江趁机偷袭 一刀将其同倒在地 好在支援队友及时赶到 这才成功惊走了大江 这边老马得知老崔已然脱茧 马上通知手下开始收网 殊不知此时的光头已然动起了歪脑筋 在一处商场地库 他假意让崔夫人先行撤离 自己则撞翻一名匪徒后 带着赎金逃之夭夭 当老马赶到时 只剩一名匪徒 乍乍乎乎地正在逼问赎金下落 老马一招分金错骨手 匪徒哪受得了这个 惨叫着奋起反击 却被老马一记平微干下电梯 至此 老崔及其妻子成功获救 然而首犯大江却再次逃脱 此时的光头 正准备带着赎金偷渡出国 却被早已蹲守多时的大江捕个正招 面对迎面而来的汉匪 见对方根本不为所动 光头果断认所 丢掉钱转身就撩 成功拿回赎金的大江 为了躲避警察追捕 转身上了一辆公交 本以为可以就此远走高飞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人意 一个熟悉的身影 挥舞着荧光棒截停了公交 来人正是老马 大江露出一丝苦笑 默默地掏出砍包 而老马则不慌不忙将腰带缠在手上 一场恶战就此展开 在纯肉装的老马面前 大江这个刺客明显不够看 低头一痛输出 抬头一看却发现对方根本不破防 用刀 对方表示小伤无所谓 用腿 对方两条手臂就能轻松抵挡 最终 在老马帅气的脚弓下 大江惨叫着飞出车外 从没如此憋屈的他 最后只能成气口舌之款 结果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的一拳超人 再次凭借一己之力 终结了一场人间浩劫